已经时劫了 当然了 他的愿都兑现了 决定不是空愿 那么从这个本念上来看呢 我们一切的疑惑都断除 因为没有任何经文 比这个更真实 这是世尊为我们转熟的 阿弥陀佛没有直接告诉我们 是释迦牟尼佛转达弥陀的本愿 世尊的转熟 如同弥陀 亲自说法 没有两样 我们 一定要能够身心悲 在这一愿当中 我们看出 往生的这些大众们 所得殊胜的功德利益 确实是不可思议 愿文里都说 世古得佛 这是假设 法藏比丘要成佛了 事实上呢 他现在已经成佛了 就是阿弥陀佛 他仿佛佛 住菩萨中 来生我国 在这句经文里面 也许同修啊 看到这一定要是菩萨去往生的 我们是凡夫往生 大概没有这样殊胜的功德利益 因此 我们必须要把 无量寿经 五种云仪本 愿文呢 喝起来看 他的意思 我们才能够明了 现在我们采用的金本 是夏连菊老菊寺的 五种云仪本的汇集本 没关系老菊寺 在序文里面 告诉我们 夏老 汇集四十八月 这一段的经文 也就是现在金本里面的第六品 整整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的时间了 汇集这一品的经文 你就晓得他多么的慎重 同时还有两个帮忙的人 一个是慧明老法司 这是通宗通教的 在我们台湾 由慧明法司 开示录 那个小册子 那个就是参与这个工作的老和尚 另外一位呢 就是梅光系老菊寺 梅老菊寺 是台中 是台中联系 李炳南老菊寺的老师 这个李炳老曾经跟梅光系学过教 所以这有这么一段关系 那么夏老跟梅老的是同学 也是同参道友 他们两个关系非常密切 慧明老和尚 就是这两位大德的皈依师父 他们两位都是皈依老法司 所以三个人 贺利同参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汇集现在的这个第六品 那么由此可知 汇集经文很不容易 务必要把五一本里面的意思 参透 汇集出来的经文 一定是五种原一本所说的 这个意思 丝毫不能够遗漏 而文字又需要紧接通常 所以这个本子 梅光系老菊寺 认为五无量寿经的最善本 将来一直到世尊 法灭之后 五无量寿经还留一百年 比定是这个本子 所以我们要认识清楚 要珍惜 要依教修行 那么在汇集本里面 意思比这一段更清楚 更明白 那就是说 只要是往生 只要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 都是菩萨 所以这个地方就 祝菩萨重安 凡是往生 凡圣同居途 下下平往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菩萨 因为西方世界 不想踏荒诸佛各徒 又是法界 由六道轮回 西方世界不但没有六道 也没有是法界 只有一法界 这一法界是什么呢 菩萨菩萨的法界 所以这个条愿文 也有一句 现前修习 菩萨之德 所以这个净土宗 跟华严经非常密切 实在讲 弥陀经就是 华严经的精华 是华严经的浓素 所以古人称这个经 叫中本化严 阿弥陀经叫小本化严 我们才晓得 这部经在整个佛法里面 它所占的分量 它所占的地位 那么三道西方极乐世界 换一句话说 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加持 这一道西方呢 就云阵三不退 说实在讲 这个云阵三不退 绝对不是自己的能力 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 你要想振得 这个是最低的一个阶级 但要将三界八十八平 私货 这个建货 断尽 八十八平 建货 断尽 正的 孝尘 虚头 反骨 这才正的 威以不退 就个